一名嫌犯在國小外 還來不及反應 就被埋伏多時的遠景 壓制在地 過程中車手身上的三十萬 還飛灑一地 大馬路上大把鈔票 有一百元也有五百塊 全散落在地板上 遠景撿起 仔細清點數目 算一算也有三十元 只是這麼大筆的錢 怎麼會在路上亂飛 事發在十二號上 五九點多 五十四歲陽姓男子 接到詐騙集團電話 說他的侄子因為欠債 被綁架 要求他支付現金三十萬 才肯放人 只有男子到郵局領錢 遞給銀行人員一張紙條 上面寫下有人被勒索 麻煩報警跟著我 還做了個手勢 示意不要說話 生怕被發現 航員機警立刻通報警方 這名車手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騙取民眾錢財 最終還是逃不過製裁 詐騙的三十萬才剛到手 就被警方壓制 不僅錢飛了 還得吃上官司 三星的張韻傑 溫友臉 桃園採訪報導